高層工業指數上週五衝上 260075.30點 本週更接續美國超級財報週的到來 週一由百事公司拉開財報季序幕 週二開始摩根大通 美國銀行 富國銀行 花旗 高盛 等主要金融機構 此外 嬌生 亞培與Netflix陸續公布 市場預期金融股第二季獲利恐怕大減 百分之五十二 華爾街看壞第二季企業獲利預期 聯準會本週四發表經濟和皮說 同天美國六月份零售銷售數據 以及申請失業金人數都會公布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預告 認為第三第四季度 美國經濟反彈將會非常亮眼 不過疫情依舊左右美國經濟未來表現 重災區加州佛羅里達 當地州政府過早時時解禁 讓疫情無法降溫 美國總統川普11號探視受傷士兵 首度戴上口罩 白宮防疫專家佛奇 建議應該立即採取行動 惡阻疫情 亞洲方面 週四中國政府將公布第二季GDP 經濟成長數據 歐洲央行同天也將公布最新利率決策 台湾金援代工龍頭台積電 週四召開線上法說會 下半年營運展望 還有5奈米訂單能見度 此外最新製程進度 全年資本之初都是外界關注焦點 新唐人也在電視乎在這媒體中 從台灣台北報導